Hello大家好,我是教主Cwill 今天这个视频带大家详细解读一下 海尔曼毒工的中毒体系 以及各位玩家适不适合练新的海尔曼 那么官方在海尔曼中文版技能刚爆料完 就立马把一技能砍了一刀 三层变成了两层 这个影响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那么为了更好地理解海尔曼 我们得读懂他的觉醒剂 每项敌方施加25层毒 放一个大招 这个机制究竟如何理解 其实不难 就是战斗中海尔曼能向敌方叠毒 如果总计叠了25层 那就放一个大招 那我们其实可以分两个概念去理解 叠毒归叠毒,技术归技术 叠毒是在每个敌人头上出现的数字 而技术是海尔曼 一共叠出去多少层毒 比如海尔曼的大招打三个目标 每个叠两层 那三个目标头上都是2 但是对于海尔曼自己的技术 是3乘2等于6 那三技能也是同理 所以砍了的这一刀就极大地削弱了觉醒剂的使用率 因为原本的技术期望是9加6加9加6 而现在变成了6加6加6加6 基本上就是不搭配毒攻的话 整整两轮技能都不一定能放出这个觉醒剂 因此海尔曼的舰队思路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以三技能加AOE技伤为核心 绑定其他弓兵AOE 主打AOE伤害 比如海尔曼狗 海尔曼诸葛亮 那毒就不用在意了 叠得到最好 叠不高 拉倒 另一种是以觉醒剂为核心 去最大化觉醒剂的使用率 那与其说是以觉醒剂为核心 不如说是以毒攻叠毒为核心 绑定海尔曼毒攻 那么我们适合练哪种 或者练还是不练呢 先说前者 以三技能为核心 海尔曼555一即可 因为这个派系跟觉醒剂几乎没有关系 搭配诸葛亮或者狸狗 完全靠被动的技商增议打AOE 适合只想玩一队弓兵的玩家 那么唯一担心的点是有没有游戏体验 如果你的王国做不到全员列装哈尔曼 那我建议用回布迪卡诸葛亮 或者干脆别玩弓兵 那么后者的海尔曼毒攻 就是本期视频的重点了 我推荐6队7队玩家和弓兵玩家 远古观众都知道我是毒攻吹 而海尔曼的觉醒剂可以说是给毒攻量身定做的 因为结合前面说的技术 毒攻的跌毒是每回合加1的 那带来毒攻的海尔曼 基本可以保证在15秒里面 跌满25层 15秒内扔3个大 是不是听着很熟悉 没错就像贞德 这就是官方砍了那一刀的原因 因为原先海尔曼9加6的技术循环 配合毒攻普攻跌毒 足够达成海尔曼大普攻 毒攻大普攻 海尔曼觉醒剂的大的一轮三连大招的循环 而削弱后的6加6技术会些许的延缓几秒 那要注意大招间永远有一回合的普攻 有人担心毒攻大招会把毒消掉 那我想说你还没搞懂 疊毒和技术是两个概念 毒攻针对单体疊毒疊的高不高 而海尔曼觉醒剂看的是技术多不多 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充分必要的 就好比单个海尔曼 一次主动一次被动疊毒 打的三个目标分别都有四层 这是跌毒 而海尔曼技术其实已经有了4乘3等于12 就算削了毒 技术也已经技过了 依然是12 所以削毒与否 应当根本不影响技术 你只要做到毒攻海尔曼一直在战斗A人 那技术就不会停 其实要说跌毒 只会比以前更好跌 毕竟海尔曼大招和被动都有两层毒 以前能跌多高 现在只会更高 我只能说大部分人的逻辑还没有掰过来 因为以前没有海尔曼 毒攻基本只算做辅助武将 单体刮杀 没人在乎消毒 那现在基于原有的机制 啥都没变 给你个海尔曼多了几层毒 还能配合觉醒剂 再白速你一个AOE大招 你怎么就还不乐意的 那原本毒攻就消毒 怎么没有人有意见呢 归根结底 叠毒要叠得高 这个想法 我已经提过不止一次属于逆版本了 现在的野战风格 就是快速激活秒人 正常的输出队列主将 都能在毒攻消毒之前开大 而更为关键的是司机减防 细皮减生命 布迪卡加深 这些debuff和高伤害 已经作用于叠毒之上 你用6对7对15秒激活一对 接下来就看情况 准备换目标了 而15秒的时间 足够海尔曼毒攻 附送一次觉醒大 循环起来以后 毒攻本来就叠不高 况且海尔曼是辅助天赋 循环非常快 所以核心是 只要一直保持战斗 就能保证技术 保证技术就能保证 有频繁的觉醒剂 因为叠毒是叠毒 技术是技术 这个逻辑必须要掰正 没绕过来的 可以回放多看几遍 那又有人会说 海尔曼仇恨高 人见人打 毒攻海尔曼活不久 这也是没办法的一点 所以我是推荐 6对7对玩家和攻兵玩家使用 因为你用6对7对或者纯攻 总有一队要先死 那海尔曼如果不死 死的就是你的项羽尼布 或者其他更捞的队列 那么不难看出 海尔曼毒攻是实打实的 体系武将 大家到时候也不要去信什么单挑 因为海尔曼单挑的时候 技术是2加2的循环 而非6加6 觉醒剂处罚太慢了 泯然众人矣 所以下个赛季 我会换上新的三攻 布迪卡SM 诸葛亮亨利 海尔曼毒攻 林北已经迫不及待 大杀四方了 当然目前所有关于海尔曼的言论 都是理论阶段 如果后续再有变数 不得不另当别论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三连支持一下 最后感谢您的观看 拜拜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